Hello 上一个视频我有提到 这次非常幸运能够有幸的去到海南 看到了火箭的发射现场 这次我在发射之前 是有接受过一些小小的科普培训的 老师是有跟我们说 在现场的时候 其实不建议大心拍摄 原因就是你那个小小的手机 很难拍到这个火箭壮观的景象了 所以大家还是主打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但人就是到了那个现场 我还是觉得 好像自己手机拍下来的会更香一点 火箭的发射现场还是相当的震撼的 我可以听到非常大的这个哄鸣声 并且都感觉好像地都有在震动 那一瞬间觉得还是很震撼很感动的 不过当我看完这个火箭发射之后 我就非常激动的打开了我几个设备 看看我记录的这个火箭发射现场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A设备 火箭其实基本上看不到形态 就是一个大火球 这样冲上云霄的感觉 周围还有很多小小的龟翼 然后设备B 首先可以看到这个夜间环境 确实还是很亮的 但是呢即便放大到最大 还是无法看起出这个火箭的形态 然后咱们来看看设备C啊 这个就有点厉害了 因为我们现场观测火箭的形式 有一个距离大概在两公里左右 是很远的 但是呢它竟然可以拍到这么清晰的火箭形态 现在我们来公布一下这三个设备 A设备iPhone 15 Pro B设备呢就是我用的大疆Pocket 3 C设备呢就是华为的MAT50 Pro 甚至不是60是50 咱们就说呢这个设备它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就是它有差别 但是不至于这么大的价人们 自己手上这两个设备瞬间就觉得 有一点不香了 不过难过归难过啊 咱们这一次呢去看看发射火箭 还是学到了不少知识的 我就给大家科普几个吧 小小的炫耀一下 首先呢就是这个火箭了 这一次呢我看是长征5号嘛 它下面是有四个这个助推器的 当火箭发射上去大概在三分钟左右呢 这个助推器就会开始分离了 我之前真的不知道 是我孤陋寡闻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卡门线 卡门线呢就是高空离地面100公里的这样一个高度了 那就是区分的外太空和大气层的这样一个高度 咱们做这个民航科技呢 一般就是在6.8到8千米的一个海拔高度了 这样一比的话和100千米还是差很大的啊 之前亚马逊的老总 他不是上了这个太空吗 其实他就是刚好飞过了这个卡门线 那也算是他去了外太空 不得不说呢 这一次真的是长见识 也很荣幸呢 可以去参观火箭的发射了 那我们一起为我们的航天实验点赞吧